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通常打完風之後 一兩日新聞特別少 還要加上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立立集集 什麼都說一下 有娛樂話題、有正經話題 甚至乎是有國際話題 首先說了娛樂話題 肥媽之前就說了 哎呀, 中年好聲音又造假 不過自己就挺身而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今天的時候 肥媽就好像當初 李力池對著周星馳說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語氣重了一點 究竟肥媽和中年好聲音之間 有什麼誤會 而令肥媽現在突然轉軚 待會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好了, 第二個話題 就是一個正經的話題 自從下雨後 香港也有不少地方在山泥傾瀉 有些甚至乎是搞到風吹 另外就是說 香港其實都有一堆的獨立屋 就是醫山 或者叫做醫住過海岸而建 現在就被人發現了 下完場黑雨之後 山泥傾瀉 部分的豪宅 這些獨立屋 是被人見到的地基 似乎就是說 這些一兩億起跳的獨立屋 他們是真的有危險在 到其時 大家看封面圖都應該看到了 今集我都會做多一點 去把那個圖片 擺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那個前後的對比 好了, 第三個話題 就說完香港的獨立屋 亦都會說一下少少英國 因為英國 因為英國 簡直有塌樓危機 事緣 英國有一隻 他們的建築物料 那個使用壽命 到了期 即是說明 這隻料的使用壽命 去到三十年 結果現在 就爆出 就說 英國很多學校 都在用著這隻料 會不會隨時翻翻學 塌那層樓呢 搞到 現在英國都有點頭癢 究竟英國會不會大規模塌樓 這一個 待會和大家慢慢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 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壁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的井仔 和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先說肥媽那裏 肥媽那裏都幾搞笑 因為她突然之間改口就說 當初那個十七分十八分的誤會 是因為自己手誤 所以是自己比錯了分 就不是說什麼 總之 肥媽之前 就說到自己怎樣正義想言 怎樣遭遇到李文的經歷 其實在之前那一集 我都有跟大家說過 我都說肥媽是抽水的 結果現在肥媽就真的說 不好意思我當初手誤 其實這個節目很公平的 然後還要突然之間強調 就是這個節目很公平的 如果不公平這個節目又怎樣出街 大家看到了 肥媽完全就是說 今個禮拜的我 打到上幾個禮拜的我 肥媽那時候還說到 自己怎樣面對黑暗 怎樣正義女神 正義超人 其實我當時都說了 你肥媽走去亂說話 當然大家都知道 當時中年好聲音 李文的那件事是熱話 你打算把自己和李文進行掛勾 的確又是一個話題 又是一個熱度 但是你抽水還抽水 你抽熱度我理解的 但是你間接說到一個 你自己有份去做的中年好聲音節目 大家都會覺得 這個節目肥媽供應 不公平的 改肥媽的分子 難怪那時候 那個冠軍 就不是大家心水 為什麼是由王老吉去做冠軍 最後肥媽 是為了抽水 為了帶光環 甚至乎是自己拆了自己的台 結果現在就用一種 很噁心的方式 走出來和大家說 不好意思 我當時語氣重了 其實中年好聲音2 這個節目 一向都是很公平的 我當時才按錯鍵 零點幾秒反應不及 我誤會了節目方 這樣 其實這一點 確實是比較難看的 還有 肥媽不是說她沒有了 但是 其實你很難去和李文相比 就算我們撇除在演藝界上的成就 中年好聲音 你也是做評判 但是別人中國好聲音 是說一個司徒制 是一個培育模式 你肥媽又有沒有去栽培 實際上中年好聲音是沒有的 都是說的 你們整班中年人士 你們自己唱 唱完完 我就再給你一個評分 甚至乎 你都沒有見過 什麼肥媽要上台表演 還有你都沒有見過 說肥媽被人搞 肥媽呢 這個又給分 那個又給分 不行 我要搞一下她 叫肥媽上去跳鋼管舞 沒有 沒有 對吧 我經常都這樣和大家說 你說完說話 但是你根本沒有經歷過那種痛苦 其實你就不配去拿那些光環 你可以去評論中國好聲音 究竟有多麼差 然後李文有多麼慘 但是 不要去把別人李文經歷過的事情 就強行把別人的光環套在自己的頭上 除非你本人都真的經歷過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就有資格說 但是你沒有 結果你講完之後 光環其實很多明眼人都看得出你抽水 但是你抽水還抽水 你還要害到中年好聲音 而現在 似乎一旦有什麼事情 就會被人去掛勾 然後拿著肥媽說過這件事去擋箭牌去做卸責 還有肥媽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想她應該都知道自己將會做中年好聲音2的評判評審 你這樣說完 是啊 你看起來很正義 那是否代表了其他和你一起出席儀式 什麼斬燒豬 莊香的其他評判 是否他們就是收錢呢 是否他們就是垃圾呢 甚至乎是否整個TVB都是那麼衰 所以只有你肥媽一個人是最厲害 最正直的呢 最後搞到這件事尷尬 又要出來誤會了 當時語氣重了一點點 尷尬老魂 所以有時候 你說想抽水那些 其實就真的不能亂說 你這麼大個人 特別是你公眾人物 你說什麼都需要負責任 像肥媽呢 大家都知道肥媽愛國的 但是 在福島 即是傾島 合污水之前的幾個星期 還是不知一個月呢 肥媽是舉家去日本 又說吃魚餐 又說不同的孫子 不知道怎樣怎樣 然後 在福島島 合污水那天 肥媽一個月之前去日本的圖 那些貼文呢 已經被人拿出來的了 所以 做公眾人物 你無論做什麼 我知道你想威 你想成都好 但是你所有事情 都要想過度過 你就不要說 這個 這個轉頭去完日本 之後就說 大家不要誤會 其實我不是支持福島的 然後現在又說 大家不要誤會 中年好星陰2這個節目 非常好 絕對沒有那些醜聞的 我那時候按錯 就是講錯話 搞到肥媽的公信力就會低 之後 再有些什麼話題 他出來說的時候 大家都抱著一個質疑的態度 好啦 講完肥媽之後 跟大家講一下 山泥傾瀉的問題 我做多些功課 大家看到一張圖 就是看到那個前後對比圖 有不少名人居住 在港島的大潭豪宅屋院 叫做紅山半島 山泥傾瀉 在今天9月9日的社交平台 就流傳了一張照片 可以見到 紅山半島 最近海邊有一處斜坡 山泥傾瀉 目測 有兩個籃球場面積的沙石 滑到海裡 最少有三間獨立屋受到影響 其中一間受影響的獨立屋外場 有瀑卡 地基似乎是原空的狀態 沒有泥土支撐 相當危險 從石澳道遠望到紅山半島方向 所見到的山泥傾瀉 亦是符合當中的描述 又是石澳道這樣看過去 大家有聽新聞都知道石澳道什麼事 又要塌了所有東西 然後又沒水又沒電又沒得上網 求救你都不知道怎麼辦 總之這些近海的地方 比較容易山泥傾瀉 大家可以看到 很危險的 你看到地基露出來 再加上水土流失 整個屋少了部分的泥土去支持之餘 其實現在被你壓住的泥土 可能已經有些流失都未頂 到時整個屋沒有支撐 然後沖了進海裡 是真的有這個可能性的 因為這些山泥傾瀉 其實有少少像雪崩 即是你可能動一動 然後一倒塌之後 就全部東西滑著滑著去倒塌 再加上你有樓在 你的重量不輕 然後滑下去 真是大件事 我剛才也查過Google地圖 都發現有錢人住的地方都頗厲害 這些地方是沒有任何 又不可以說沒有任何的 但總之鐵路是一點都不驚 即是如果你沒有私家車的話 你都頗厲害 如果你要出中環的話 自己開車 應該15到20分鐘 就去到中環金鐘這些核心地帶 大家看到圖 其實我猜不到香港的豪宅 即是就算你說 一億幾兩億 還是不知幾多億都好 大家好像都要迫在一起 因為始終香港都是那些 土地資源最缺乏 最缺少空間的 即是就算你給得起幾個億都好 原來你也是隨時一探頭出去 你就已經看到你的鄰居 現在都不單止這些豪宅出事 不知道那些建築局 發展局 房屋局 會不會帶人 最起碼找一架無人機 去看看 究竟那裡會不會有塌樓危機 因為對比起那些 即是石屎摩洛的一樣東西 其實似乎這裡 那個塌樓危機更加大 當然啦 我知道有些人 會真人富貴 嫌人窮 就說 那些有錢人 起碼在這些地方 真的不要說 我已經上網見到 有些住公屋的網民就說 唉 你看這些有錢人 住在這些 又要怕塌樓 我們住公屋 一千元月租 什麼都搞定 甚至乎我們停電 政府一天內幫我們搞定它 人家大埔的私人住宅 停電要搞整個星期 然後又說 得公屋就得天下 得公屋就什麼 贏了整個世界 這樣 那些網民真是 不過說回認真 我自己都會在想 那些豪宅 即是你起得那麼近 那個岸邊三邊的話 其實你都真的需要擔心那些 水土流失 就算不是山泥傾瀉都好 你那些什麼岸邊 不斷被水拍打的話 那你都會有些土地 有些沙沙石石流失 所以感覺上都不是那麼安全 不過可能有錢人的東西 我就不懂了 好了 然後就順便說一下 黃大仙地鐵站的事情 雖然我封面圖沒有寫 但是我標題也有寫的 關於黃大仙地鐵站 今天就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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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我家人就叫做順利 你坐到八點幾 九點那班地鐵 就順利成功上班 但是 去到好像 臨近十一點幾的時候 黃大仙站 又說流水 然後有些高壓電纜 又說無煙 結果呢 搞到黃大仙站一死 然後呢 其他站一起死 因為黃大仙那條路 只有一條 你不像什麼 彩虹另外還有一條單獨路軌 可以出去太子 結果就是 當黃大仙這個站一死 彩虹去到石結尾 全部都死了 幸好今天是星期六 因為你試試如果是星期一到五的繁忙時間 黃大仙這樣搞出來的話 香港路面一定是極度混亂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繁忙時間搭車上班的話 你的地鐵都爆了 如果地鐵不動的 這一堆本身失爆了地鐵的人 湧上路面 再加上 額外的地鐵旅遊巴 接駁巴士 然後呢 大家堆在一起 以及現在的路面狀況 雖然最主要的堵塞物已經清理了 但是 很多沙沙石石 古靈精怪 淤泥那些 你清不切的 那些洗街車都洗不切的 到其時 香港就一定亂到飛起的 不過 我這樣說 其實我都不是說 譴責港鐵 因為 能夠這麼快 可以令到黃大仙站出到車 最起碼 他早上 頭班車 六點的班車 起碼都走了 四個小時後 才滴水出事 對不對 這些已經算是香港速度 如果 你說這種狀況 在英國那裏發生 或者其他西方世界那裏發生的話 我肯定 他們沒有這麼快的清理速度 可以讓香港人 這麼快 就可以用回這條綠色線 還有 有些網民就說 為什麼港鐵 會這麼快 去什麼 因為 他們就說 如果港鐵開不了 就會被罰錢 為了不要罰錢 所以 馬死落地走 逼 也就是說 那個站無論如何都要開 否則就會被罰錢 這樣 不過這種說法 不成立 平時地鐵的信號故障 是他的事 但是 今次這個天災的話 應該不會去 納入港鐵 這個罰款狀況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你說 罰不罰錢都好 都確實有個社會責任 就是盡快處理好這件事 禮拜六都還好 禮拜六搞不定 當然 我現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黃大仙站也已經開了 就算你搞不定 其實你還有一個禮拜日的凌晨 去搞一搞它 千萬不要說 去到那個禮拜一再出事 那就真是大件事了 其實香港也算是幸運 因為 你對上那些風風雨雨 你全部都是禮拜五才搞 如果你是說 禮拜一才開始下雨 禮拜二開始黑雨的話 你整個禮拜的經濟 你都不知道怎麼辦 還有 你禮拜六 就算你的路面 如何再髒也好 你本身都停市 你不用怕 那叫做 下了在禮拜六日之後 對香港政府來說 它起碼有四十八小時 可以去收拾手尾 還有你算上禮拜一凌晨的時間 加起來也有五十個小時 讓你去收拾手尾 不過黃大仙站 我也覺得有點問水 因為你那些汽水 漏水那些 你沒有辦法 突然之間可以吸乾了 因為你說 地下很多水都好 你吸光地下的水 但樓上的漏水 你很難是完全吸得乾淨 那麼容易吸得乾淨 那些裝修佬 維修師傅 就不會賺那麼多錢 有時候那些 暗地裡漏水 你清不清那些汽水 慢慢滴下來 這些 對於地鐵供電系統 就最傷的 好了 說完這些之後 去到最後一個話題 跟大家看看 英國的塌樓危機 英國的教育部突然之間宣佈 英格蘭地區156家學校 就因為被揭發他們建築採用的 是一隻叫做 鋼筋鎮壓加氣運營圖 叫做RAAC 總之這隻建築材料 它的使用期限已經戒滿 校舍隨時有倒塌風險 引起了各界的嘩然 當局進行調查後 進一步發現 原來這隻物料 不僅是學校用的 醫院用的 法院用的 警局用的 監獄用的 工廠等等的公共建築 都是用的 然而 有關的當局 其實在1994年 即是在我出生前那一年 已經知道 這隻RAAC 有可能造成的潛在塌樓危機 但是想不到 是在八月尾九月頭 才開始突然採取行動 令到有很多人覺得 英國政府為何在自行製造混亂 以及你這麼高調告訴大家 快要倒塌 大家便會害怕 在這裏說多一點 這隻RAAC的建築物料 始於1920年 是一隻叫做輕質氣泡混凝土物料 由石英、灰泥、石灰、水泥、水和鋁粉等等的材料混合而成 並且在高溫高壓的情況下固化而成 大多用在天花板、屋頂和地板的位置 這隻有絕緣、防火、抗菌的風險 相比於傳統的混凝土 這隻的強度偏弱 使用壽命只有30年 英國現在很頭恨 原來不僅150多間學校用這些 是很多地方 甚至乎你監獄都要用這些材料 到時候 就算你要加固也好 又或者你要拆了它 再重新起過 慢慢拆慢慢起 英國也大件事 因為英國是不會有我們香港的速度 英國工人很懶 例如說 到時候馬上放下手上的東西 就馬上離開了 不做了 而且他們不會像我們亞洲人、香港人那樣 勤奮做這麼多個小時 即是他們每天做四、五個小時已經叫累 叫人權 所以英國現在遇到這些倒塌危機的時候 他們要想著去加固 怎樣怎樣也好 隨時這樣搞 搞你十年八年 現在英國就真是屋樓兼逢年夜雨 因為幾天前才跟大家說 他們有個城市破產 破產你還哪來可以賺這麼多錢 去興建 去加固這些學校、監獄、醫院 因為大家要知道 你建房子其實要不少錢 你又要工人錢、物料錢 又要那些測量師、又要成這樣 同樣在一個破產的城市 大家看到你的學校這麼不穩固 你是家長 你想怎樣? 我也想轉校 除了八名漢市之外 英國其他城市 都是因為八名漢市的財務不好 結果逐個逐個市 都被媒體、記者拿出來看 大家就發現 原來英國很多城市 都隨時準備破產 大家就想想 原來很多城市等著破產 他們又哪裏可以賺錢 去蓋這些房子 去加固這些房子 所以英國現在 完全是一個八上加根的狀態 錢沒有了 命就只有一條 然後房子又開始快要崩了 然後你又有些人在 大家要知道 你香港 你崩石屎崩樓那些 你賠得多少 對吧? 有時候地盤發生 現外都是說 佛國承辦商 萬多元、幾萬元 但如果你試試在英國 是因為英國政府的建築物到期 搞到有人命傷亡的時候 隨時就會繼續去跟英國那個 什麼同工不同酬的女性官司 又去告他政府十億八億 嘩 到時英國政府就算變賣土地 都不夠錢賠 這宗新聞就叫做可以去吃花生 想不到英國人 這麼短使用 只有30年壽命的建築物料去建築 可能他們自己為了當時 自己的政治局勢是怎樣 沒想過30年之後的政客 要幫他們抹屁股 不過除了英國那些流雨危機之外 有時候就不要說單純笑人 即是我們香港 我們見到這些新聞 其實我們都要居安私危 特別是說之前 你未黑色暴雨 你未打10號風球的時候 香港都確實有很多射閃魔落 還有有部分的流雨 我在之前的集數找個資料跟大家說過 有些是說是鹹水樓輕建的年齡 所以我們都需要去留意一下 雖然香港的建築物 即碩士的壽命 就不會像英國這隻鳥 30年這麼短的 通常起碼都50年 甚至70年 如果保持得好的話 有些碩士是可以用到80年 但是 你慢慢移動一下移動一下的時候 香港都可能需要大規模重建 有很多事情需要去重新整理 這一方面 香港政府可能不是今年去執手 但是 你未來過多三四屆之後 都需要去處理一下那些 例如是一些比較高的大廈 他們需要重建的問題 你以前就說那些七層樓那些洗字區 就說要拆卸 人家七層樓當然是易拆 但是現在的樓 閒閒地都在說30層 如果要拆又要安置的話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社會問題 所以 希望香港政府叫做居安私危 看到英國這則新聞之後 都要去想 香港可能過多20年 又或者過多30年之後就會是這樣 那究竟之後有些什麼方案 可以去做後備方案呢 即所謂的Plan B Plan C 究竟在哪裡呢 還有大家都知道 下雨後 香港的樓宇安全問題 暫時都有一個問號在這裡 所以大家出門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知道這層樓都危險的 不要說靠那麼近 因為你不知道 那些什麼雨水會不會瘦食 會不會點點點 那些樹木又會不會塌下來 特別是這一段時間 大家盡量就要自求多福 還有在接下來這個星期 其實政府都未必會這麼空 去處理那些樓宇塌石屎問題 除非它真的在你面前倒塌 倒塌到還要撥傷人 因為你現在那些局長 還有更多事情要處理 特別是這個水災之後 那些最緊急要執首尾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個星期 所以很多一些在下雨之前 大家關注的話題 例如說 觀塘的樂陀七大廈 還有那些塌石屎問題 不會不理的 但是可能要等多兩三個星期 甚至乎一兩個月之後 才再慢慢去理 因為現在香港的確是有點亂 不過不要緊的 慢慢撿吧 努力點去撿吧 最緊要大家 過完這場雨之後 大家要記住 這場雨完了 但是真正的挑戰和危險 現在才開始 千萬不要說 新的手出去說沒有雨 就覺得真的這麼安全 最緊要就是保護自己 好了 那今集短短的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 拜拜